我们今天就来玩一款非常解压的小游戏 这游戏里根本有三个模式 足球 篮球和网球 这边我最喜欢的就是足球 我们选的是西班牙队 为什么选西班牙队呢 因为这个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玩法 这个我们后边会讲 好的 这里手面扔出来 球我们直接打门 这里后背将球断架传给前方 前方传给另一边 一记摆射 被手面扑了出来 对方后背没有把球开出去 从背后直接铲飞 然后凌空抽射 这里直接蓄力一句怒射 球尽了得分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也知道 这显然不是追求什么 写实风格的足球戏 好 现在对方开球 我们直接冲上去铲飞 但是球还在对方手上 打门非常危险 后背拿到球直接开了出去 这里后背传给前方 一记摆射直接进门 这个第一关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方球员显然都不叫面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第一关想要进球 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花里不俏 直接一脚踢飞门将 再补一脚收工 怎么样 非常解压有没有 如果有人来问 诶 Up主你玩的叫什么游戏呀 你就直接回答 解压足球 好 这里前锋及时补位 一记蓄力直接破门 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在前场怒射的时候 就会加这么一个特写 看着非常爽快 这里又拿到球 凌空抽射 再补 可惜这一脚给的太正了 再射 这次对准另一边死脚 Oh yeah 我玩足球游戏就喜欢这种 不怎么用脑子的解压游戏 是带脚打门 机会 但这一脚又给的太正了 没关系再去抢 一次没铲着 再铲 只是跳起来一个抽射 漂亮 多亏你了 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到 这个游戏虽然体量不大 但是他踢球这个打击感 还挺爽的 知道这个游戏谁做的吗 卡普空 不愧是这个打击感的天尊 就哪怕做这种小游戏 在打击感上也不含糊 这里打门 大后卫及时开了出来 射眼神不多了 我怎么突然觉得 这个对方AI变好了 好第一场比赛结束 6比0 好我们再来一场 这场是决赛对战87队 开场也说了 我们这个选择是西班牙队 这个西班牙队 在这个游戏里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打法 这时候我们后卫拿到球 好这里看 我们后卫直接凌空抽射 踢给前锋 前锋再一个倒钩 直接打门 没看清楚是吧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前锋上去抢断 然后传给后卫 后卫领空抽射 踢给前锋 前锋再一个倒钩 破门得分 这个就是我发现这个游戏里 这西班牙队屡试不爽的一个套路 只要拿到球 就交给上下任意一个后卫 然后后卫跳起来抽射 就可以刚好把球踢到前锋的位置上 然后前锋可以借助这个球 再次抽射 一般守门员对这个进攻套路 是做不出反应的 而且就算守门铺中了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球 等于是两个抽射 力度非常狠 守门员绝对接不住 只能拍出去 那球就会落在另一个前锋脚下 而为什么这个套路一定的是西班牙队呢 因为在这个游戏里 西班牙队的队形是这个形状的 对就是后卫射门 刚好能射在前锋的位置上 好的 再次如法炮制 后卫拿到球 凌空抽射 踢给前锋 阿雷 这次前锋没有踢到 拿尼 不愧是决赛 这个巴西队的进攻猛了很多 那就不要讲任何情面了 直接一脚 把他的前锋铲成植物人 直接踢给前锋 再一个倒钩 看我们把今天这个比分 踢成乒乓球比分 还剩30秒钟 不过我们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空中接力 第二踢脚 我记得这个游戏多次打门以后 这个门是可以踢碎的 看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展示出来 还是后卫踢给前锋 哦耶 这门就给踢碎了 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解压 非常适合在碎片时间这样爽一下 这都不用接力了 后卫直接踢进了 8比1 这个比分已经让人怀疑 这是不是一场独球比赛了 商品朴实 这个球很危险 还好的给他正 争取这段时间再进一个 二踢脚手面扑出 前锋补位 成功拿下 那么这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解压小游戏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样的风格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还不错的话 以后还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这样的小游戏 那么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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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